此兽虽双目紧闭 趴在那里浑然不动 但身体在呼吸起伏之间 却散发出一股不亚于化精强者的威压气息 柳名神念略以感应之后 心神威约一临 除此之外 这栋附近还站着十二尊诡异的人形傀儡 似乎彼此之间阴影站成了一个奇怪的阵型 这些傀儡极为高大 左右两人多高的样子 浑身披着宛如玉石胶筑般精英剔透的假衣 手持着一柄金光闪闪的巨鸽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体表散发着阵阵幽兰之色 细看之下却能发现 这些傀儡假衣表面 有着无数细如发丝的金色纹路 像是血管一般密布在表面符纹下 构成无数玄傲神妙的阵法纹路 显得颇为神秘 当柳明收回目光回过神来之时 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因为他发现 其身边除了先前见到的那名 宁业敬后期的守卫头目 和其他两名之前架着他的守卫外 面前不远处又多出了一个 上有一头乱糟糟头发的老者 老者头发呈颜白之色 身穿一件破旧灰色长袍 面部皱纹密布 脸颊扒痕纵横 看似浑浊双眼微微眯起 看起来宛如垂目老人 但散发的生机却异常强大 老者站在原地 隐隐间与周围环境已融为一体 而以柳明庞大的精神力 竟无法感应出死老者的修为 当柳明还在仔细打量着此人之时 那名为首的宁业敬后期守卫头目 以脸色十分恭敬地 环步走到老者的身边 微微恭妖 低声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八面老者双眼骤然睁开 抬头向柳明望去 脸色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然后轻轻点了脸头 那三名守卫就面色恭敬地 急忙离开此地 就这样原地只剩下柳明与老者两人 老夫不知道你是何来里 以及海荒大人为何亲自点名将你送来 但既然到了此地 你的生死就全在老夫手中了 这点你可明白 老者声音不大 但传入耳中却清晰如常 柳明却神色淡然 眼都不眨一下 八面老者见词黑黑一声后 竟也没有动怒 反而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在这里当矿奴只有两个规矩 一是不要妄想逃走 否则只要抓住就立刻的就地击毙 绝不会有丝毫宽带 二是每月都必须上销一定数额的矿石 换取服下海黄丹的当月解药 否则三天内就会毒发身亡 柳明听到海黄丹解药之时 神色才微微一动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服下的黑色丹药的名称 听老者所言 每月所换的解药却只是起到压制作用罢了 老者说完之后 见柳明面露沉思之色 而后声音一阵地再次问道 你可有其他不明之处 柳明目光一闪后 淡淡问道 如若我能上交更多的矿石 又该如何呢 老者文言轻笑了起来 你若是能上交更多数额的矿石 便能在劳夫这里换取一些好处 即使身为矿奴 也可在下面活得十分滋润 不过在此之前 你先想办法活过第一个月再说吧 老者说完这话 也不等柳明如何想法 其伸出干瘪的手掌 从怀中摸出一块发盘 通体呈银色 光芒内敛 总有两个巴掌大小 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纹 老者单手往法盘上一拍 突然面容肃然的 从口中念念有此起来 同时右手将法盘托起 整个体内法力 往其中灌注而去 圆盘顿时爆发出 一圈耀眼的银芒 笼罩着巨东入口的 半圆形蓝色光幕中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后 周围地表也随之开始震动起来 一个闪烁着银色光芒 旋转不停的浮阵 赫然在蓝锁光幕内浮染而出 开 老者轻贺一声 仰手打出一道法诀 飞向巨大浮阵而去 浮阵外围 当即显现出 一圈圈淡银色波纹 轻可见便打开了一道裂纹 随后老者大笑一抖 涌出一道磅礴之力 领明只觉身躯一颤 当即被距离一包的 向着浮阵缝隙中一推而去 眼前已黑之下 他整个身体 便向着下方黑暗之处 不断坠落而去 同一时间 海底宫殿之内 身穿白色长袍的海妖黄 此刻正面色阴沉地副手而立 而立坤则面色恭敬地站在一旁 你当初所说之事 是否当真 海鸠黄淡淡地开口问道 立坤好像早已知晓 对方会如此问话一般 面不改色地 肯定回答道 确有此事 沧海王族无意中 得到您多年前 退去的一层外壳 如今更是打算 施展某种逆天诅咒禁术中的七星夺魂大法 想要借此暗算您的七魂六魄 呵呵 也亏海族这些老怪物能找到此门大法 白炮青年听闻七星夺魂大法几个字之后 黑黑冷笑了几声 此上古禁术 他自然也有听闻过的 只是这种大法施展所需条件苛刻之极 不但需要凑齐七名甲丹境界的强者 更需要和被施法者自身血脉相连之物 外加无数的珍稀材料才有能施法 而且此种禁术早已经在沧海之域失传多年 虽然不知如今沧海王族 那如何得到此法 而且准备到了何种地步 但是既然从立坤口中说出来 想来不是空雪来风之事 海妖黄心中沉思一番之后 脸上冷笑一脸的向着立坤寻声问道 你可还有其他未告之本皇之事 立坤在感受到起冰冷刺骨的目光之后 心中微微一颤 连忙在此开口说道 据在下所知 沧海王族准备与殿下决战之日 突然施展此法 而后在削弱大人的实力之后 再将您当场击杀 丽某毕竟不如沧海王族嫡系 就知道这些了 更多的情报就再也不知道了 哼 等到决战之时才施展暗算 他们倒是打得好主意 海妖黄哼了一声后 面露沉年之色 一炷香的时间 立坤恭敬地退出了大殿 看着立坤远去的背影 海妖黄眼中冷光闪动 青秦不知何时出现在其身旁 脸上露出担忧之色的 小心地许问道 大人 如如此人所说属实 您又打算如何应对呢 放心 我心中有数的 这种逆天禁术 这般好物质的吗 就算真不知出来 本荒自然也有应付的手段 听闻海妖黄好似根本不在意的样子 青秦才放心下来 海黄大人 人已带到 正在青秦和海妖黄交谈之时 赤里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声音刚刚落下 海妖黄便见到一身红色群衫的赤里 正带着叶天梅 缓缓向大殿中央走来 叶天梅此刻 已经换上了一套青色水云绣纹的衣裙 身姿鸟鸟 一双眉眸金光流转之下 增添几分艳丽之色 但脸上却依旧是神情冰冷 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海妖黄见到夜天梅到来 身上气势猛然一收 纵然转变成面带微笑 温文尔雅的模样 并一摆手 示意青秦两人回避 海黄大人 属下九仙告退了 青秦见状 立刻会议 不敢又丝毫犹豫的应了一声 见一旁的赤里 脸线失忆之色后 立即朝他使了个眼色 随后便拉了他一下 悄然的离开了大殿 叶天梅站立在海妖黄三丈之外的地方 面无表情的 看着眼前这名身穿白袍的青年 没有开口说话 而海妖黄则眼前绝色美女的精致脸庞 目中满是欣赏之色 不知这几日 对本黄书们给仙子安排的房间 可还满意呀 半晌过后 还是海妖黄打破了屋内的沉默 声音异常柔和的问道 叶天梅听闻此话 秀梅不经意的微微皱了皱 但并没有回答对方 反而开门见山的 直接说道 这些话就不用说了 阁下换我来此 到底有何事情 海鸥黄文言 哑然一笑地回道 既然如此 本黄也就直说了 不知先前所提的 双修道履之事 可考虑好了吗 此事 好说 你可放我失职离开 我便可以考虑此事 海鸥黄声音刚一落下 一天梅 带梅一条 便想都不想地回答 岳仙子如此回答 未免太小瞧本作了 此种条件 无需多说的 海鸥黄心中 早有所预料 听闻此后 神色不变 但仍一口回绝道 既然如此 那还有何可谈的 叶天梅 见海鸥黄如此回答 神色冷漠 身影一转 便向店外走去 既然你如此坚持 那本黄 也可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看着叶天梅 欲将离去的背影 海鸥黄目中 一丝冷意 闪过之后 突然这般说了一句 海鸥黄声音不大 但听到叶天梅耳中 却异常清晰 是其原本准备离开的身形一顿 立即停下了脚步 什么机会 叶天梅没有回头 只是用背影对着海鸥黄 但声音仍旧清冷如初 只要你能够在十年之内 紧接到华经中起 本黄就放你失职离开 而且在此期间 本黄可以承诺 不对你有任何阅历之举 海鸥黄的声音依旧平淡 但目不转睛地 盯着叶天梅的背影 只私己都没有发现 其呼吸和心跳 都不禁加快了几分 叶天梅的眉头皱了一下 没有马上问其原由 反略一沉饮之后 又询问道 我真如你所言 进入到了化经中起 你又何保证如约放人 保证 你若真想那个人足小辈活着离开 也只能相信本黄这言了 不过 以我真单其修炼者身份 岂会在这种事情上虚言相欺 海鸥黄双目已迷 轻笑了起来 叶天梅听闻此言 身须微微一颤 就在海鸥黄的注视下 面无表情地 朝着店外缓缓走去 看着叶天梅离去的背影 海鸥黄的脸上 却突然露出一丝 奇怪莫名的表情 半晌之后 他才收回了目光 突然单手虚空一抓 袖中光芒闪烁之下 手中便多了一个散发着 淡淡颜色光芒的画轴 海鸥黄看着手中的画轴 手臂一抖之下 便令其如瀑布垂落般 栩栩展开 显露出画上之物 画中赫然呈现出一名 栩栩如生的妖族少妇 面带着微笑的 站立在一片风景秀丽的山水之中 看上去只有二三十岁的样子 头上生有一对洁白的小脚 眉目如画 清雅脱俗 如若叶天梅看到此画之后 心中一定会震惊不已 因为画卷之中女子面容 赫然和其有七八分相似 只是与叶天梅相比 画中女子少了一份 如冰似雪的清冷 却多了一份温柔婉约之意 更像是一个风华绝代的角色佳人 海鸥黄静静的凝望着画中少妇 那属于沧海决定强者的霸者气息 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有的只是那充满诬陷温柔之意的眼神 其身白袍在店内古灯的照应之下 给人一种静意和谐之感 整个人一动不动 仿佛以神游天外 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位俊美的白袍青年 嘴唇正在慢慢地蠕动着 开合间似乎发出了几个音节 显来是那画中女子的芳明 但却没有人能够听出 那几个音节的准确读音 与他们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深海之下 属于海妖黄的矿洞当中 柳明的身体被老者 推入巨洞之中后 那宛如被人从万丈高峰之上 静直扔下似的 只觉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 纷乱气流刮得他难以睁开眼睛 即使勉强能够睁开 也只能看到周围一片黑暗 感受到体内的法力依旧无法运转 柳明心中不免闪过一丝忐忑 虽说其肉体强横异常 但从如此高处坠下 也难保下面是核环境 不受些伤害 当他的身体坠落到 离地面一百丈的地方时 原本被禁锢的领海一颤后 外面雪丝线骤然间一松 就纷纷一缩地 重新凝聚成一团 斗粒大小雪光 下一刻 柳明便感觉领海之中的乏力 如江河决堤一般奔涌而出 疯狂地涌入周身经脉当中 柳明的脸上大喜之色一闪 随即单手一掐绝 周身滚滚黑气冒出 将自身包裹其中 如巨石般坠落的身体顿时一清 整个人便轻飘飘地 从空中缓缓落在了石地上 当双足终于再次踏在了地上 他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目光一凝地向四周打亮起来 但下一刻其脸色突然大变起来 这巨洞的底部似有一股莫名的压制之力 然而就在其落地后的片刻功夫内 就将其修为硬生生地压到了宁业境初期境界 此刻柳明先前的伤势还尚未痊愈 金月剑和赤胶皮甲等既练过的灵气也被夺走 修为又这般骤然大受压制 情况自然不能算是多好了 他心念一动便开始打亮起四周起来 此地昏暗一长 地面落脚之处软绵绵一片 全是一些潮湿之极的淤泥 同时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而淤泥附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则有一些黑乎乎的石头 杂乱的散落一地 石头旁边剩有一株株 胀取大小 散发着淡淡荧光的古怪食物 更远地方则隐约有风声细细流动 显然有通道通向更远处的未知方向